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昨天下午5点已经在Louisiana的海岸线登陆了 登陆的时候已经成了二级飓风 当时的风速有每小时100英里 所以说是非常的可观 那么在Louisiana也造成了很严重的 除了狂风也就是暴雨了 不过现在它的威力已经减到是热带暴风 朝着密西西比的方向移动 那么对休斯顿来说 下雨的情形已经是几乎是放晴了 那么全天的气温在70到90度之间 好 接下来可以说这一个星期 大家的焦点都是集中在 现在在法庭上审理于2019年 发生在Harding Street 休斯顿警察应该算是前任的 弃毒组的组长Jerald Gones呢 当时他闯入在Harding Street的这个民宅 和在民宅内的这一对夫妇起了枪战 结果造成四名警察受伤 而这对夫妇和他们的爱犬则被杀死 那么现在发现呢 其实Jerald Gones呢 他是当时他表示呢 他是向法官说了谎 告诉法官说他有一个秘密证人 说曾经到这一个地址上面去购买了 大量的海洛因 而且呢在这一个民宅当中也发现了武器 可是当这件突袭的案件发生 而Jerald Gones当时也是受伤在病床的时候 当时接受调查 调查人员问他是否有得到 真正得到秘密证人的线报 他当时他写下来 因为他无法说话 他写在纸上的回应是 他其实并没有秘密证人 而他说他本身就是那个秘密证人 他说当时在得到法官 去向法官要求 这个No Knock 就是不敲门闯入的搜索令的时候呢 他说当时其实是他当天下午 去到Harding Street 向Harding Street的这一对夫妇 买了两包的海洛因 所以呢他说他就是那个秘密证人 可是当调查人员在把当时他的位置 所在公布之后令人哗然 因为当时他说他在休斯顿东边 其实呢他是正在休斯顿西南边 在Taste of Texas的餐馆里面吃饭 而在录像机的镜头也显示他的车子在那边 并且呢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 他是跑到了Harding Street去买毒品 所以他讲的这一点已经是十分可疑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也有一名HPD的警官 叫Valeriano Rios 他是一起进到这个Harding Street去逮捕 去做弃捕的警察 他说呢可以看到他本身的这个body camera 就是随着警察的制服所携带的录像机呢 在上面他们居然看到前任的休斯顿警察局局长 他是Alsvieto 告诉他进去的时候呢 把你身上的录像机镜头给关闭了 所以他说他听到了指示 因此关闭了录像机的镜头 所以说昨天的这两个爆出来的这个料啊 可以说让所有在法庭上的人都是非常的亚裔哗然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则消息 一名23岁的男子 他在昨天于法庭上被判处了99年的有期徒刑 是因为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 他以谋杀罪一名19岁的男子 叫Traven Caton 他当时是谋杀了19岁的这名年轻人 结果法官给了他bond 所以呢他在外面逍遥法外 结果没有想到两年后呢 他又参与一个致命性的徒刑 造成20岁的John Kelly死亡 因此在昨天的法庭上呢 法官给了他99年的有期徒刑 而他必须要服刑30年后才有机会驾驶 好另外来自26台的消息说 在Harris County Present One的法官 叫Steven Dubo 他在日前发了信 他说呢 所有在他的法庭上 如果是这个传票过期 或是找不到 这个接受传票的人的话呢 这些传票全部取消 那么这是从来有史以来 没有看过的案例 那么现在许多人担心 甚至呢 在Harris County的检察官办公室 也特别发表了声明 他说这种毫无理由的 将这些过期的传票 就是传票人并没有到法庭上去出席 将他们全部取消 这会严重影响 现在正在进行的案件 并且也会对当时逮捕 或是开罚单的这些法律人员 造成可能的伤害 那么现在Steven Dubo呢 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不过已经引起许多保守派人士的不满 好的 先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